歡迎收看宰水店 我是噔噔 我是梁師傅 說到山用電表 對 我跟你說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不理實驗組好不好 我就是 就只負責量這個 其實坦白講啦 不要講說國中啦 我們國小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已經有看過 在一些自然科學的世界的時候 讓我們進入梁師傅小時候回憶 就是要用一個燈泡 然後拿一個乾電池 接兩條線 然後就 那燈泡會亮 好 當然就是 我們就是會有些同學就很無聊 把電池串起來好幾顆 一顆1.5 串4顆 就6伏特喔 全部一起量 然後就1.5就哇啦 砰 好可怕的童年 山用電表這個題材 我們今天想要呈現給大家的那種感覺 就是盡量比較 居家生活一點 對對 因為其實坦白講 山用電表 哪山用 電壓 電流 跟電阻 伏特 安培 跟歐盟 對 跟你說過嘛 你懂的嘛 I know I know 所以你就講到 電壓 電阻 跟電流 囊括的範圍 這廣泛 舉翻到半導體 電子花車 這些都可能有 如果在那邊跳完以後 SHA! SH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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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我兩下有沒有電 哈哈哈 professional 山用電表我相信很多種啊 那山用電表 不同的幾種之間 它有什麼樣的差異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種的 有一根指針的 好 這個就是傳統式叫 類比式的山用電表 屬於一個Wine Range的應用 那另外這一款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 數位式的 那待會呢 後面的節目內容呢 我們也會透過這一支 數位的 來量測一些電壓啦 電流啦 或是BB檔 如何來透過這一支來做完成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到 這個就是一支 數位的電表 跟我們這個傳統的類比式電表 比起來的話 類比式電表是不是有很多的檔位 好 譬如說你看 剛好手邊旁邊就有這一顆 你會發現這個檔位非常的多 光是一個電壓檔 比如說它就是交流電壓 它就分成一千兩百五五十跟十 那如果說我們這邊是一個數位的電表 好 它就只有分成我們的這個 交流電壓 跟直流電壓 它自動的檔位它裡面 內部會直接做切換 那我們現在大概就是簡單的看一下 它這個檔位就很簡單 off檔 交流的電流 交流的電壓 直流的電壓 以及是歐姆檔跟BB檔 它這個地方會有這個 探針 通常我們都是接在這個 看碼點這個地方 現在就直接這樣接上去 開始準備開始來做操作 這顆電壓最常 在哪邊會應用得到 就是我們的這個 電視遙控器 它後面這邊打開 是不是有這個乾電池 遙控器按了老半天 沒有反應 連燈號也不會亮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拿下來檢測 它到底是不是有電 那第二個呢 降個二號的電池 在我們在洗熱水器的時候 來洗澡 誒誒誒誒 烏外抗牆風機型有沒有 上次那一個 裝在室那一個 對對對 裝在室那一種 有沒有 它就是吃乾電池的對不對 它如果有時候洗到一半 沒熱水 熱水器也不會 啪啪啪啪的時候 那時候怎麼辦 衣服沒穿 然後就拿商店把出去聊 不是啊 嗯哼 我們都要知道 電池這個東西 它是所謂的直流電壓 一定要切換到 直流電壓這個檔位 這個時候黑色 就是我們的腹脊的地方 你就量在它這個屁股 這腹脊的地方 開去 好這個時候 用我們的紅色 量它的正極 一量 1.38伏特 所以它這個熱水器會動嗎 答案不會 正常來講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它這上面也會寫 這是1.5伏 那另外呢 這種的 口香糖電池 這種是9伏的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兩個頭 一個是負極 一個是正極 好那現在我們也來量看看 給大家看 好也是一樣 負極 Touch 然後正極 Touch 有沒有 9.38 9.39 還是很新的電池 正常來講 不知道這個插座插上去沒有反應 不知道是機器壞掉 還是插座壞掉 首先我們居家一般用的 就是叫交流電 那我們現在就要先把這個檔位呢 轉到我們的交流電壓 好 這個時候 拿起我們這個探針 插下去以後 你會發現 110 110.9 110.9 因為交流電 它只有沒有分這個所謂的正負極 那如果說我把這探針兩支顛倒呢 還是一樣 110.9 110.8 其它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你在量測這個電壓的時候也是一樣 特別的要去留意 不要讓你的兩支探針Touch在一起 容易造成火花 之前量我們的電壓的時候是不是直接量這兩端 那其實它的概念就是一樣 我們是用並連的概念 量導線的兩側 那你如果說今天你是要量電流的時候 就必須要把這條線剪掉 這條線連接到你的這個電流器 電流器的另外一條線再連接回來 那這個很複雜很麻煩 所以呢 它才會有這個所謂的 勾錶的功能 很像這個敲心蟲 那這勾錶要怎麼勾呢 勾一條還勾兩條呢 勾左邊這一條還是勾右邊這一條呢 都沒有關係 我們一個來一個一個來做給大家看 好 我們現在來勾第一條 好 4.4243安培 好 好那勾另外一條呢 欸有沒有發現其實一樣喔 都是4.4左右 4.4左右 那如果一次我勾兩條會怎麼樣 欸就是零 所以我們勾勾這個勾錶的時候 它一次只能勾一條 好你千萬不要勾到第二條 那比如說那我現在把這個檔位提高 喔電流就變大對不對 那如果風溫在加 變熱 喔 所以你會看到 居家的這個吹風機 你看一開始十幾安培喔 先下來這一段來到大家最歡樂的閃電 我在BB檔 講中文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這個 傳統的類比是 它的BB檔很簡單 就來到這個地方有一個毛 B-U-Z-Z BOSS 好 注意聽喔 有沒有 尖叫帶殺聲 很響 喔非常響 對不對 好沒事的你可以下去 B-U-Z-Z 數位版也有 好我們轉到這個檔位 有沒有 這是歐姆檔跟BB檔共用 但是你看我當我轉過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寫什麼 它是在量歐姆 這邊地方還有一個切換鈕 再按一下 欸 它就BB檔就跑出來了喔 注意聽喔 好就B的對不對 這比較溫柔 溫柔卡好 居家有什麼地方可以去運用這個BB檔 絕對不會是 量你老公跟你老婆的心 原本連在一起 這絕對是不會叫的 會叫的話那應該是 三隻半九隻八隻半九隻 數隻數隻晚上幾隻 到底是什麼情境下 我們會用到這個BB檔 那就是 師傅 我已經把電燈燈泡換掉了 它原本不亮 我換了一顆 結果還是不亮耶 這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從另外一個 比較方便來查修 左手的地方 答案就是我們的這個 單切開關 上面兩點是導通 下面兩點是導通 平常在off的情況底下 它是不導通的 我們量一下 對不對 好這樣子會B 好啊這樣子來 好這樣子會B 那你正常情況下 這樣子量 都是沒有反應的 可是 如果當我們把開關開起來 有沒有 開起來的時候它就開始B amazing 如果你很不幸 這樣開 欸不會叫 就代表你是開關 鼓掌 所以你只要透過這個電錶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到底是 燈鋸壞掉 還是開關壞掉 另外一種情境 這也是一個 這些影片底下 大家都有 有問過 超多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 稍微提供一下這個作法 給大家來看 你在單切開關底下 你撥完的時候 這邊有一堆線 一整把線 那師傅 如果說它的標的顏色 都一樣 都同一個顏色 那到底哪一條是燈線 哪一條是火線 如果說今天撇除雙切部分 先不講 像這個地方 三個開關都是單切 那這個時候 提供有一個 不是這麼正確 但是 有用的做法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電錶拿起來 然後轉到這個 交流電壓檔 這時候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旁邊有接線盒 好 注意看 把它掛在這上面 然後 注意看喔 看我的 紅色這支 火線 碰觸它之後 你看這個毒質是多少 注意看 看到沒有 108 這個電壓檔 量的是 這兩個端點之間的 電位差 那我再拔一條燈線給你看 是一樣對不對 把它掛起來 這時候我來量燈線 有毒質嗎 0.5多 這就說明的一件事情 這是有電位差的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個 這種小撇步的方式 可以知道哪一條是火線 但是 很遺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必須是在通電的情況底下 所以你當你要做這樣的量測的時候 你就很小心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以上就是今天宅水電的內容 如果對於三用電錶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沒錯 好記得 每週五晚上六點半 進行準時收看 Youtube 在這間店 掰掰 來玩玩看啊 你小時候沒玩過這個嗎 沒有啊 我就是都沒玩過這個 所以你剛剛講的時候我都沒講話 不會我們可以玩這個啊 像調到那個10K歐姆有沒有 歐姆檔這樣子 兩條線 對不對 他這樣抓兩端 這樣一壓 有沒有 你看 衝上來 歐姆檔那多少 4 就是跑這一格啊 對不對 對 獨子啊 應該是說 對對對對對 比如說是二十幾 28 28 就這樣 我看 這個越往這邊跑 他的歐姆子越小 有沒有 有可能是因為我皮厚啊 你看看我 摸臉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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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五而已耶 喔 這種我臉皮厚是不是 喔不是 臉皮薄 臉皮薄 沒有我手皮厚 手皮厚 不是臉皮薄 臉皮薄 手皮厚啦 沒有啊 我用這個 其實我超容易被電到 你知道嗎 是喔 我在居家 在冬天都被電得哇哇叫 所以你在路上看到 正妹一直被電 喔真的 沒有讓我電了 你讓我摘水煉嗎 欸 搞定